防疫期间民众宅在家上网购物 小心落入诈骗陷阱 一名26岁真姓女子 接获生活仓库客服中心来电 声称购买产品因疏失改成连续扣款 要求提供提款卡客服电话并登入网银 却在不知不觉中汇出39万元 另一位25岁的陈小姐也是遭到类似手法诈骗 白白损失38万元 诈骗集团冒用知名公司 以工作人员操作疏失电脑系统错误 导致问设订单 要求订户以银行APP或前往ATM操作 设定解除分级付款设定 及跨行存款之诈骗手法 通常是歹徒骇入卖场 掌握被害客之后所进行的诈骗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若接到来电显示开头为 加2加886等移为诈骗电话 并听到关键字 至ATM设定解除分级付款 误设订单 误设条码 重复扣款 至ATM操作熟住账号 以及网路开启各支使用权限等等 请立即过掉电话 这就是诈骗 警方提醒您 ATM没有解除分级付款设定的功能 也没有辨识身份的功能 同时呼吁 购物网站等相关业者应加强防护 保障消费者的交易安全 刑事局提醒民众可以参考 每周公布的民众通报高风险卖场排名 慎选购物平台 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